《以西结书》第29章 第十年10月12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埃及王法老 所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埃及王法老啊 我要与你为敌 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海怪 你曾经说过 这河是我的 是我自己造的 但我耶和华必用钩子 勾住你的塞甲 使你河中的鱼 都紧贴着你的鱼甲 我必把你和你河中 所有紧贴着你的鱼甲的鱼 都从你河中拉上来 我必把你和你河中 所有的鱼都丢在旷野 你必倒在田间 无人收敛 无人埋葬 我已经把你给了地上的 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做食物 埃及所有的居民 就都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做了以色列家 鲁尾的仗 他们用手抓住你的时候 你就断裂 伤了他们的尖头 他们倚靠你 你就折断 扭伤了他们的腰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刀剑攻击你 把人和牲畜 都从你那里剪除 埃及地 必荒凉废弃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法老曾说 这河是我的 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 我必与你和你的河为敌 我必使埃及地 从密夺到瑟弗尼 直到古石边界 都全然荒凉废弃 人的脚 必不经过那里 受的蹄 也不经过那里 四十年之久 无人居住 我必使埃及成为荒帝中的荒帝 四十年之久 他的城 必成为废城中的废城 我必把埃及人 分散到列邦 四散在各地 主耶和华这样说 满了四十年 我必把埃及人 从他们所分散到的 万族中招聚回来 我必使埃及 被掳的人归回 使他们归回自己 根源之地 巴特罗 在那里 他们必成为低威的国 这国 必成为列国中 最低威的 也必不能再 攀到列国之上 我必使他们弱小 以致他们 不能再管辖列国 埃及 必不再做 以色列家的依靠 每逢以色列家 转去仰赖 埃及人的时候 他们就想起 自己的罪孽 这样 他们就知道 我是主耶和华 二十七年 正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使他的军兵 千辛万苦 攻打推罗 以致个人 都投突 尖破 但是 他和他的军兵 攻打推罗 所付出的辛劳 并没有从那里 得到什么报酬 因此 主耶和华 这样说 看哪 我必把埃及地 赐给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他把埃及的财富带走 抢其中的财为卤物 夺其中的货为略物 做他军兵的报酬 我把埃及地赐给他 做辛劳的报酬 因为他们都是为我效力的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到了那天 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伸出来 我也必使你以希节 在他们中间开口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